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战争来谈起 面对到蔡英文在国庆这边的演说 赖清德说 20分钟拍手了11次 非常认同蔡英文对于台海和平的理念 社会副总统能不认同吗 可是我们看这个洪威姐 立委王洪威她有提到 她说蔡英文你国庆念了半天政绩 你怎么不念一下 最大的政绩就是让我们台海中线变不见了 你现在执政满了8年 但是年金改革没有完成 居住是应用包租代管来碰轰 还有司法改革甚至完全不敢讲 而且对于两岸 就是赖清德拍手拍不停的 两岸理念 两岸的做法 就是最大贡献在于台海中线已经消失了 常常看到解放军 不论是军机或是军舰 都在我们周遭这样子 这真的是蔡英文最大的一个贡献 所以这样子只会有虚声 不会有掌声 但恐怕只有赖清德给她猛力鼓掌 过去你看到绿营的一些侧意是怎么在讲 还要画成这样的梗图说 慈母守中线 把这个蔡英文做成这样子的一个 好像慈母可以守卫我们台湾 守护台湾 然后这个中线谁敢越雷池一步 结果没有了 现在中线也没了 还有面对到以色列现在的情况 有台湾人在那边打电话给外馆 结果说可不可以帮帮忙 台湾的网友讲说想要离开以色列 跟外馆人员求救 结果外馆人员讲说 请你自己上网订机票 很冷 这很冷回应 外交部讲说因为战事突然 所以难免未尽周全 请国人谅解 但是你会不会从小可以见为之助 从这样的一个小地方可以看得出来 会不会台湾真的如果危险的时候 你要寻求就是我们是不是 蔡政府会协助我们什么吗 你自己 你自己去跟你老板说 不是蔡英文之前也是这样子讲吗 所以你自己自求多福啦 那我们看看现在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开战 其实最惨的都是平民老百姓 我们看到了这些画面 一幕一幕 这个以色列的平民这样抱着孩子赶紧的离开 还有巴勒斯坦的平民也是看到了这样子 以色列的空袭也是赶紧的逃走 那甚至呢在社群平台X上面 还有一张这个以色列 运期类别丈夫的画面也造成了疯传 很多人看到这个都是感到鼻酸不舍 现在其实世界各国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声音不是急着选边站 而是说大家看到又一场战争的发生 而对于平民的一种 这种感同身受 一种同情的那种感觉 战争对于平民来说都是最残酷的 平民是 等于说最惨的一定是平民老百姓 就像是以前我们看到这个土耳其海滩上的难民男孩 一个三岁小男孩那一张很知名的一个画面 那一幕也是让很多 就是有小朋友的家长们看了都会鼻酸 还有乌克兰 这个应该是阿富汗吧 阿富汗那个时候就是美军快速撤离 就阿富汗的一些民众要逃走 自己逃不走了 但是把他自己的小宝宝小婴儿交给了美军 就是我活不下去没关系 让我的孩子继续活下去 那些都是在战争或在战乱的时候发生的那些场景 我们当然不希望台湾也遇到 那但是我们看看 现在目前这个中东也好 乌克兰也好 或是台海也好 对于美国来说 他是不是已经陷入到这个战略超负荷 正当这个美国跟盟友 权力支援 这个园乌抗恶之际呢 那现在其实台海这边的威胁也是很大 而且北韩这边也是蠢蠢欲动 所以现在美国有办法 同时面对这么多 可能是要引爆的战争或是战场 很有可能是四面楚歌陷入 战略超负荷的状态 那我们看到美国的艺人就已经开始在讲了 讲说比起原污宁愿多援助台湾 这是共和党的议员所讲的 他说大陆对于美国的威胁更胜俄罗斯 所以应该是要把这个资金援助乌克兰 就是可歌可泣嘛 乌克兰已经被抛一边了 就是干脆援助武装台湾 这样才更直接 所以台湾已经被美国设定为是下一个战争 要发生的地方了嘛 所以我们从这些口中听到的 可能更接近现实的情况嘛 那另外我们看看 同时援助乌克兰跟以色列 美国的官员讲说 现在正在紧急的提供 以色列空防系统跟弹药 那他们现在大量的向以色列来提供一些 新的防空设备弹药 跟一些安全的援助 要帮助这个来应对巴勒斯坦的激进组织 哈马斯这个前所未有的一个袭击 所以感觉上面美国是 在这两场战争当中 都持续在扮演这个援助 或者是有人形容说是拱火的角色吗 那再来我们看看 这个大陆这一边 大陆这个摸底抢战优势 军舰这个解放军报有报导 这个054A的延程号飞弹护卫舰 那数据分析人员是如何 与雷达操作员合作 从这个国外军舰上来 收集声纳的数据呢 这个报导就指出 南昌舰跟其他055型的 这个大驱逐舰 上面那些部分技术 已经升级版的 这个054B的护卫舰 已经用在这边了 那还有这个美日韩海啸联合军演 也被人家发现说 这一回不一样哦 雷根号也已经停靠在这个釜山港 说要延伸对于北韩的威慑力 那我们看到这个韩联社提到了 就是大概在12到16号之间 会停在这个釜山港 也就是说美国也要展现 对于南韩的一个保护的一个承诺 免受朝鲜的这个核威胁 所以有一个延伸的威慑力量 那首先我们先来请教一下杰老师 我觉得就是说蔡英文这个演讲 她主调是要和平 可是问题她的作为 跟她宣称想要达到的东西 正好是背道而驰 那这个她错误的两岸政策 错误的对外政策 造成今天台海的空前未有之危机 那这个英国的经济学人说 台湾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 那这就是蔡英文 留给台湾最大的一个贡献吧 那她为什么不说 为什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呢 那你嘴巴要和平 可是你的作为 如果是是促进战争的话 那你嘴巴讲的就跟实际做的是两回事 我们看到她上任以后 做的所有事都促进战争 都对促进和平 没有任何的这个作用 所以这个今天台海的局势搞成这样 那这个赖清德也有份 对不对 而且我们这个非常担忧 就是赖清德如果他接替了 蔡英文这个位置的话 那台海更是兵凶站位 根本就是可以说 就可以非常确定了 不管他嘴巴叫什么 一点用都没有 在国际社会人家看他是做什么 不是看他叫什么 那他不是要清廉吗 他要勤政吗 他要爱乡土吗 请问他清廉吗 请问蔡英文领导的这一个 这一个执政的这一个 这个团队清廉吗 对不对 有清廉的话 零制间在干什么呢 如果清廉的话 请问一下 为什么我们在这个 我们这个高端那个疫苗 会阻挠我们大概在疫情最高 最高潮的时候 我们拿不到疫苗呢 请问他那个 8800亿的所谓的这个 这些防疫的经费 还有这些一大堆 还有军费都花到哪里去了呢 那既不清廉又不勤政 每天都躺平 对不对 也不接受记者的采访 他这个位置应该要做的 既不勤政又不清廉 有爱乡土吗 我们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率 照IMF公布的只剩下0.8 这是在亚洲里面 最低的几个地方 那他这样是爱台湾吗 爱乡土吗 把经济搞成这样 所以嘴巴讲的一点用都没有 他代表这个党要勤政不勤政 爱乡土 要清廉不清廉 爱乡土也不爱乡土 那他讲的和平 他要和平 实际的作为 就是都是把破坏和平 所以我觉得蔡英文真的是 基本上 他现在已经躺平在数馒头了 不过历史会记得他的 他怎么对台湾人民 怎么对这块土地 那这个我想这个 大家这个都是 这个非常脑袋非常清楚 这次驻以色列代表处 这种回答来讲的话 照以前我们对外交 这个对外回答说 你自己去上网去订机票 这种在我们以前在 我起码我在外交部服务的 如果外观有这种回答的话 基本上一定要查办的 一定要追究责任的 因为这不是一个处理 在旅外的 我们国人在危机的状况 所谓的急难救助的一个 基本的态度 你要想办法协助 因为我们住外观的话 应该都跟相关的旅行社 有一定的联系 你起码还可以说 我来帮你试试看 不见得可以办得成 可是我可以试试看 尤其现在是一个紧急状态 如果他平常是说 我没事想改机票的话 那你还会说 这个东西照一般程序走 你现在是那边已经打仗了 他们在机场已经听到 外面在爆炸声了 在这时候你不像我们 住住我们这个外观去求助 你去找什么求助 外观给你这种回答 要我们以前我认知 我在外交部服务的话 外交部一定查办 这种情况不是都应该 各国已经在撤侨了吗 那我们的外观 怎么会是这样子 好像在这种状况 更荒谬的 外交部居然还透过 他们的媒体放话说 外交部在同仁 在这个危难之中 还在当地坚守岗位 然后还受到这个污蔑 就说他该做的是不做 外交部感到高度遗憾 还有深感痛心 请问一下 外交部是什么衙门 他今天是拿中华民国的 纳税人的钱在外面工作的 那这个外交部 他但是他是干嘛 他是专制独裁吗 别人都不能够对他有要求吗 还深感痛心 高度遗憾 那你干脆把打电话的人 抓起来查办算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 上梁不振下梁歪 问题就出在外交部主政的人 这个人基本上 对于做他的职位 他的工作角色 他认知极为偏差 而且傲慢 更可笑的是他无知 好 来 老师 陈一文在念这个读稿记的时候 我觉得他念到最后 心里面虚不虚 年轻人的住宅问题没解决 然后就业的问题 还有薪水的问题 还有就是这个房价的问题 还有就是两岸之间的和平的问题 还有经济发展的问题 还有绿能的问题 他能源的问题 缺电的问题 火力发电太多的问题 等等他手上 甚至他自己最自豪的浅见 都没下水 还说下水 然后还有弊案 而且现在这个弊案 检察官到底要不要好好的办 也都不知道 这样的一个情形 他执政的时候 让台湾的老百姓 吃含毒的猪 然后要吃含辐射的日本鱼 然后他还很开心 他心不虚 他一点都不心虚吗 然后民进党的那一些人 像哈巴狗一样 一直鼓掌 一直鼓掌 20分钟鼓掌 鼓掌 再鼓掌 像猴子一样一直鼓掌 他们心不虚 一点都不虚 巴结长官巴结到这个程度 内心里面不虚 老百姓看的糖血 民调支持度现在 赖金德你只剩下35%不到 民进党20几%不到35% 都只剩下三分之一不到 六成以上的民众 讨厌你这个政党 你们还拼命鼓掌 心不虚 真的心不虚吗 花了一大堆钱 买武器 买 买 买 然后两岸之间快打起来 大家都说最危险 还说我们是最安定 最和平 你骗谁 你骗经济学员 你骗美国 连美国的政客 你颁发给他一个什么 勋章的那一个人 都说台湾的人民 都要发给他AK47 要每个人拿枪起来打仗 那你心不虚 这叫和平 为什么都讲一堆跟现实 完全不同的话 鼓掌 鼓掌 真的是像猴子一样 鼓掌 鼓掌 真是 我看了我都觉得 真的是你不要学美国人 美国人就在总统 到国会去资文的时候 两句话 参议员朋友们 先生 女士们 大家好 你们好 然后好 这样子 这就是美国的国会 不是都这样吗 美国国会就是玩这一招 那你也跟人家玩这一招 不要像猴子一样 只会学美国人怎么做 你就怎么做 各位再看看隐其乐 到美国去的时候 讲一句话鼓掌 讲一句话鼓掌 那就是猴子 因为大家都当猴子一样 真的是 有时候听听看看 真的是好累 好 但是我觉得 凸显一个问题 美国你不是跟乌克兰说 我们已经用战备了 我们的战备有问题了 怎么以色列一打起来了以后 武器就没问题 无限量供应 以色列你需要多少给多少 可是当初不是在讲乌克兰 说五角大架说 我们已经用到战备了 有问题了 没办法了 所以你韩国给一点 你以色列给一点 你谁给一点 每个人都要给 但是美国人说我没有办法给了 我已经空了 怎么你拜登说 以色列的问题满足你需要 然后你要多少 我给你多少 我觉得不能大小眼 乌克兰就小眼 以色列就大眼 这个不太好吧 到了台湾以后只剩下一张嘴 好 我们来问一下舰长 事实上台海的军力倾斜 不是今天的事 也不是最近的事 我手上这张手板 大家可能看不太懂 因为这是意大利文 两年前 也就是2021年的10月 意大利的地缘杂志 来向我腰稿 其实我写的就是台湾 是东亚的火药库 我写这篇里面 我特别提到的是解放军的变化 解放军到底变化了些什么 事实上来讲 解放军从2015年 他就开始进行深化国防 和军队改革 也就是从装备 组织战术进行军事事务革命 他并不是像以前一样 摸着石头过河 不是了 他是完全的像美军看齐 那像美军看齐 事实上来讲到2025年 也就是两年后 他十年了 十年之后 解放军其实他就会成为 跟美军基因相同的一支部队 所以以后这两支部队 其实是什么 是双子杀手 也就是两个人 都有同样的一个DNA 那这个事情到底跟什么有关 因为在这种情况之下 谁能够再创新 才是能够真正 克敌制胜的本事 那我们来看看 我手上的这张 这张图其实是054A 就是刚刚讲的延程件 那事实上来讲 他开始做主被动声 也就是311的声 拖曳式声 但是这个声不是054A先做的 其实是052D的这一个 飞弹驱逐舰做的 那跟现在的054B 也就是新型6000吨的驱逐舰 到底有什么关系 请大家看一下 小舰长都有帮大家框起来 他这里后面也开了一个门 一模一样的东西 那这个东西是要做什么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刚刚 南华早报里面写的 他可以进行数位的声文比对 那个资料来源是 他到底是访问谁 对不起 就是现在你们大家在听的 小舰长 他访问的就是我 我跟他讲的就是事实上来讲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我们大家前一段时间 讲这么多声文 还有很多 很多人说要用听的 到底是听什么 从《猎杀红色》 10月号这部电影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 就已经是视觉式的声纳 你到底要听什么 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件事 就是解放军的进步 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而已 这是小舰长 整理出来的一个科技术 我们仔细的看 以向位阵列雷达 其实事实上福建号 有32匹的向位 那个不同功能的 那个平面阵列 那054B呢 那当然那个 也不妨多让 而且它跨代 进步了两年 可是我们刚刚讲的 主被动声 052D完之后 就是054A的第三批次 我的意思也就是 人家不断在进步 我们呢 我们的这一个海昆舰 也不过就是 舰龙级的plus 我讲这个话 是你们研发团队 自己讲进步10年的 1988年进步10年 不是1999年吗 不是就1998年吗 1998年还不是2000年 意思是什么 我们现在这时候 还在上个世纪 我这样讲大白话 还在网路上被骂到臭头 面对现实吧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州忙回来